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1月15號, 今天都會和大家看一個移民花生的 今天的移民花生就是一個移民港人的頻道, 應該是移民去了加拿大 解答一下網友對移民的那些焦慮, 還有一些網友問他, 看到移民的例子好像生活比較窮, 結據那些焦慮的回應 這位劉主一開始就講到網友提起的問題回應 安全問題方面, 劉主又覺得來到外國, 都真的要好好保護自己的 他自己都試過被人偷車的, 亦都有分享講到, 都試過坐車的時候被人攔住的, 是不是類似騷擾呢? 還講到, 這些情況都幾經常發生的, 而且還提醒網友, 如果在當地, 可能是搭當地的輕鐵, 地鐵的時候 如果見到一些精神似乎有問題的人, 千萬不要跟他們有眼神接觸 劉主就是試過, 就是試過跟這些人有個一丁點的眼神接觸 立即被他們攔住, 以及不斷按住他, 跟他聊天, 都說這樣都幾恐怖的 另外就講到, 有些網友擔心會怕孤獨, 怕情緒病復發等等 劉主表示, 抑鬱這些在冬天都會比較容易發生 因為一到冬天, 這裏就只剩下8至9個小時的陽光 劉主還分享到, 他自己的工作, 有時都要捱耕底的 如果那一天真是夜睡, 到第二天是11、12點才起床 即是那一天只剩下4至5個小時有陽光 這種情況, 都真的蠻辛苦的 劉主就建議, 只能夠盡量圍爐取暖 Call 一下朋友, 打一下邊爐, 唱一下K, 打一下機, 玩一下Block Game 總稱圍爐取暖 這樣就會減少這一份孤獨感覺 但是對於這個項目, 我就自己多說兩句 那沒有朋友那些人怎麼辦呢 另一方面, 再下一個項目, 有網友就說到 有些網友就怕, 當地會不會都很多大陸人 劉主就表示, 來到這個共融的社會 不應該迴避大陸人 他也有些說, 中文在全球呢 是很多人使用的, 11 億多人 如果你的子女在當地是會學到英文, 法文 最後又認識中文呢 大過之後是很有優勢的 你喜不喜歡也好, 這方面真是向錢看的意思 另一方面, 劉主還提到 有些人可能怕子女和大陸人做了朋友之後 可能會受到不良影響 劉主就說, 那你真是多慮啦 因為來到這裏, 什麼人都有機會是壞人 本地人都可以是壞人 同樣地, 大陸人都可以是好人 一個人是不是好人呢 是需要認識過, 才知道 對於這個項目, 西文真的中間插一插 我確實都很認同劉主所說的說話 但是呢, 就這樣問一句 他過到去, 他就會說 當地人都可能是壞人 同樣大陸人都可以是好人 當然西文都不否認 大陸人可能都有偷握, 拐騙, 販毒都不出奇 這些事確實是對的, 認識過才知道的 但是, 我們在香港手足聽到的那些說話 就好像感覺不到這種感覺 講得直接一點 香港手足是明顯蓄意醜化大陸人 確實的, 有些內地的某些人士 可能他真的不太懂事也好 或者不太熟悉香港也好 有些事真的做得不太好 他就特意放大到全個大陸都是這樣 當然啦, 特別是用那些什麼枝那這些字眼去形容他 又是不是蓄意醜化整個地區的人呢? 將簡體字就說成是殘體字 又是不是蓄意醜化人家呢? 對於這些說話呢 其實根本就是打臉的 講得很客觀 但是實際上, 香港手足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另一方面, 老實說 我自己想多說兩句 竟然Simon就會找這些移民花生來看看 當我看到他們做這些 不論文章、影片、各樣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搜集 例如主角他的其他資料 其實我是看到這個留著 在其他的影片當中 例如都是講那些 可能情緒不好 防止抑鬱的時候 約朋友去玩bloggame的時候 他會拿一些相片的 sample出來看 可能他就找不到一些繁體字的當地的店 他拿了一些簡體字的當地店 出來 故意他還打幾個字眼 就說 因為我還未找到正體中文的什麼什麼這些店 現在就在香港那裡怎麼訂購過去 老實說, 你這些行為都幾明顯 你似乎就在這裡排斥簡體字 或者叫簡體字的店 應該符合一下 你自己的那些香港手足的觀眾 不知道是不是怕得罪自己的觀眾 所以故意這樣打幾個字 我找不到繁體字的那些 所以就拍這張照片 我三人大膽講一句 如果那間店鋪是英文字的話 你又會不會故意寫著 因為我找不到正體中文 所以這樣這樣這樣 這些是不是就是樓主所說的共融社會呢 坦白一點講一句 來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樓主有點虛偽 如果你是要做手足的 你就徹底做下去 但你又假裝不是 另一方面 再下一個point 有些網友問到天氣問題 冬天是不是真的好冷 也有人問 是否夏天才過去 真的好些 劉主就分享到 其實還好 由一個有暖氣的地方 去到另一個有暖氣的地方 往往可能是五分鐘左右的路程 這個路程其實真的不算遠 比想像中是來得好的 但倒一會兒 就提醒大家 如果是沒有車的朋友 就要小心 在這邊等公共交通工具 就真的要很久了 如果不要坐在這時候 再遇上暴風雪 都真的會很慘 所以沒有車的朋友 就真的夏天才過來 但是我也這麼說 一方面 他間接告訴我們 公共交通 香港是厲害的 這是一個point 但另一方面 就是 沒有車的朋友 夏天過去好些 但是他都會迎來冬天 冬天怎麼辦呢 其實問題是沒有解決過的 除了一些網友疑慮之外 之後樓主就倒轉去分享一些 他認為什麼人不適合去加拿大 一方面 如果你是喜歡阿熱帶天氣氣候那種人 例如泰國這種地方 長年夏天 那邊就沒有可能 可能是倒轉 所以如果這樣 就不如留在香港 另外 就講到 如果你是想發達的話 想拼搏事業的話 可能都不適合了 一方面就講到 那邊呢 是很慢活的 另一方面呢 那裡的稅收 是很重的 收入越高 稅收越重 也都講到 可能就算你是很高收入 但是最後你要 一半的收入 是要交稅給政府 那你遇到這種情況 真是想發達都幾難 也都講到 現在在香港缺人 如果你在香港真是想著 可能做回四五年 那樣 然後那個職位 真的出現上升 那樣 那這些確實真是一個機會 相比之下 是有差異的 那所以 想發達的人 就不建議來加拿大 那樣說的 另外還講到 就是 期望一個節奏快 很方便的社會 的話呢 都是不建議來加拿大的 那裡有講到 雖然那邊 都是有 我不知道它是講 類似輕鐵 地鐵 輕軌 那種 總之是交通工具 是有的 但是 想做到香港那種方便 是沒有可能的 它講到 在這邊 可能有時候 你出去市區 轉兩三程車 都是很普遍的 如果你希望 樓下有七仔 有餐廳 有食物 這種情況的話 可能你還是 留在香港 比較合適的 一些解答網友 疑慮的內容 大概就來到這裏 老實說 我也有些意外 我也知道 去到當地 可能是沒有那麼方便的 或者 倒轉 其實是 香港在方便這部分 真的做得是厲害的 但是沒有想到 原來想發達都不要過去 就是稅收 各樣東西 還有 倒轉 香港 你可以說 有一批人 現在決心要走了 變了 有空缺 香港現在 說得直接些 機會來了 飛雲 想所謂的 收入好些 想發達也好 或者叫拼搏事業也好 香港現在 反而是一個 好機會 反正多謝他 倒轉 告訴我們 我以前都沒有想過 這個問題 之後 畫風有少少轉變 就是他們 或者叫移民港人自己之間的一些爭拗 劉主席提到 近期很多網友反映 某個移民港人的頻道 出現了第二個頻道 三人叫做B頻道 以及某個討論區 這裡全開名 估計是連登討論區 看到他們的移民內容 那些網友真的對移民感到疑惑 焦慮 那樣 就問劉主那些事情是否真的 那樣 那樣 劉主呢 就在IG那裏搞了個投票 就問了 網友看了連登 或者B頻道 會不會增加對加拿大的一些負面印象 那他的頻道就不算很大的 那兩百多人投票 那樣 總數呢 結果是五成人 看完沒有感覺的 那樣 但是呢 負面感覺的人真的都不少 有成 四成多人 那 還有就是正面感覺 看完反而是正面的 但是呢 是不到一成的 那 劉主呢 就先講 那個B頻道 就講 有網友就反映 那條B頻道呢 他的影片內容呢 都看得出 喂 他生活都好像幾困難 或者幾結句 講得比較結一點 好像比較窮 哦 是不是真的這樣 那 這個A頻道的樓主呢 就去計別人的頻道的各項收入 當然是估計 那樣 那麼 預計那個頻道呢 每月可能大概有七千元港幣的收入 那麼 預計多少可能會有些觀眾課金 假設一千元 那樣 那就是那個頻道呢 每月可能 即是估計是八千元左右的收入 那另外 那個B頻道的樓主呢 應該是有一份全職的咖啡賞 那 估計呢 折合港幣呢 萬五元 那就是呢 他的個人收入呢 介乎起 兩萬二至兩萬三左右 那另外 他女朋友都有工作的 那 正常工人工 估計呢 就是萬五至萬八 那樣 那所以啦 加上大家就知道 他家裡的家庭收入呢 其實有四萬元左右的 那麼 其實這個家庭收入呢 是明顯 比一般人來得高的 而樓主也都強調 他覺得呢 是不值這個數的 以上估計呢 都是保守估計 畢竟計少 好過低 計多 那所以說 他是不是真的比較結局呢 生活困難呢 是不是真的比較窮呢 那樓主就說 可能他的畫面 是比較 好像窮點 那樣 但實際上 他應該比很多人 是高收入很多的 至於 他為何要營造一個 很慘的氣氛呢 或者 那些影片看上去 好像很窮那樣呢 那樓主 即A樓主 就覺得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 觀眾喜歡看 所以 在流量和收入的驅使之下 他就會不斷地做這個題材 另外 討論區方面 樓主就估計 應該是說 連登討論區 樓主就覺得 整體上 有部份是真的 但也提醒大家 討論區有些假帳號 假交 有時候會有些誇張的標題 嚇一嚇你 所以看這些東西 就要更加全面感化 我想不到 來到這裡 我們竟然見到 大方向來說 他們都事實 叫黃頻度 即是 A頻度 算是有些 攻擊 B頻度 即是說 別人 他因為 流量和收入 明明是 幾高收入 但是 要裝窮 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攻擊 也不是開玩笑的 有些網友都認同 這個B頻度 好像有故意放負面能量 但是也有些網友 就說到 我又不覺得B頻度 經常放負 他都是在分享真實的一面 移民適應期 會面對很多問題 是事實的 只是大部份人 會過分地放大了移民的美好 縮小了實際面對的困難 對於B頻度的爭議 Simon也說一下 是不是 我竟然吃得這個移民花生 我都去搜集一下資料 我都踢進去B頻度 大概看一下他的影片 對於B頻度 是不是故意放負呢 我舉一些例子給大家看 他大概拍的影片的形式 是拍Vlog來的 例如 他有說暴風雪來襲 交通癱瘋 當然一看的表題 你也知道是負面消息 其實進去就是那一天 上班的Vlog 他就是休息時間 對著鏡頭說說話 上班下班的鏡頭 其實當日 是真的他住的城市 是有了新聞 他拿出來 突然看到 今天有暴風雪 那裏四十幾個站 全部停頓了 但這些其實是客觀的新聞報道 所以我又覺得 別人是否這麼刻意放負呢 幻號 當然影片也有提到 他下班 就翻譯新工作 很多時候 下班要凍著等車 他都拍下車站 不知道下雪還是下雨 有人擔著傘 都在等車 他會說 希望自己快點回家 洗個熱水 我又覺得 這些事是事實來的 除非你說他 是不是擺拍 裝成很慘 我覺得還好 只是他又真的遇到困難 而他拍出來給你看 所以我覺得 這個B頻道 其實都算是貼地居多 所以老實點說 另一方面 Simon也這樣說一下 人家是不是裝窮 這個說法 這裏 我自己想說 手搭資料方面 Simon也留意到 今天的主角 即是A頻道 其實他自己影片也有說 他打一份工作 是夠用的 都可以玩的 但是又存不到什麼錢 其實有些事是合理地說的 有沒有想過 其實B頻道 人家其實是賺到錢的 他都沒有說過賺不到錢 可能他拍片真的賺到錢 但是人家可能想存錢 買樓 可能是結婚 有小朋友 或者做生意 總之就是 可能人家 平時你看到他 好像比較窮 或者叫做 就住來洗 這些東西 但是人家可能 目的就是儲錢 所以我覺得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一定要用A頻道 等於月光燭的狀態 去考慮別人這種想法 人家其實未必是假裝 Simon也都大膽說一句 我自問 都是那種 會蓄意降低消費級數 叫做儲多些錢 儲多些錢 未來怎樣 都是一件事 反正我寧願 看著銀行戶口有些錢 做定期也好 買股票也好 我是寧願存錢的 所以這樣說一句 會這樣說 如果你想做到一個社會階級的上升 是需要一輩子長期龐大的努力 講得不好聽 是一代人的努力 最後你的社會階級 可能才是上升少少 但是有人為之而努力 但是有人喜歡做月光燭 這些是個人選擇 所以我覺得 未必是人家裝窮的 人家儲錢不出聲 我覺得都很正常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